我們的事前訓練主義就是拳館 我們當初接到這個劇集的時候 大家的腦袋也有很多幻想 會不會像擊戰嘉輝哥一樣 又要跑山 什麼車輪 沒有那麼硬性的 不是的 我們開流初上 我記得我們第一天上課 學拳擊再加一些體能的訓練 我們沒想到原來加在一起 我們那天完了之後還要去排舞 我們那天是排不到舞的 只是站在那裡 要跟老師說對不起老師 我們會跟動作 但我們真的給不了力 我們幾個就站在後面 爭著站在後排 我真的很密集的就是一至兩個月 我們訓練通常會有幾樣東西 一開始就是自己打一下組合拳 叫做Shadow Boxing 即是扮和人打架 扮完打架之後就會打沙包 都是打組合拳 然後可能就會是一些對練的模式 對練可能就是避一下閃避 有時候很有趣的 會有一些道具的 你會看到一支很大的 對那支 好像打屁股架那樣的 我刺你的頭 你要避一下 然後Speed Ball Speed Ball 即是那個 扔扔扔扔那個 然後最後就是最辛苦的體能環節 體能環節真是 不可以開玩笑的 我們那個是車輪式的訓練 你當有四個Sport 有不同的動作 那麼就30秒轉 30秒轉 30秒轉 我覺得大家 打出來的 大家那個 厲害的東西都好像不一樣 也不一樣 有些可能是機械的 會比較清晰的概念 有些就是我一開始就… 剛才他也說過 打個Speed Ball 無論是嘟嘟還是朗朗朗朗 即是我們在說練習的那些工具 其實大家享受的位置都不同 反而我們打的道具 大家有一個想鬥的心 誰打得比較好 那個也會想在鏡頭… 最好玩 對,還有鏡頭會拍我們打這個 大家都想在鏡頭面前打得好看 所以大家都… 一個人只有一個 大家都會搶雜 爭著練那個 吃東西的方面就比較辛苦 我覺得 因為本身那個胃口不大 所以你又要增磅 所以你要不斷吃吃很多 反而… 吃是最辛苦 以我來說 我也是 因為每一天下班回去… 其實我們跟Aman都是 下班就馬上叫好外賣 如果有人在家弄好一些食物 然後就回家 要多吃一頓 才可以再看劇本再睡覺 但其實… 是…是…是辛苦的 因為其實那段時間 是沒有餵口吃的 即是你完全是不想吃的 但你又必須要吃 那一刻就會覺得… 自己好像動物 即是那個… 就是為你衝擊而用 即是他已經不需要想好不好吃 其實我… 其實我辛苦的 因為其實我的訓練 即是… 可能不是在那個… 身形那裡 主要的訓練是不訓練 逼著自己不訓練 逼著自己要… 即是要差一點 角色不可以這麼厲害 主要是… 要… 要… 要享受人生 那段時間 即你是躺平嗎 我不是躺平 我是主動地去不訓練 他很慘 我們那股熱血不能享受 是啊 因為我不能夠 角色… 即是… 他現在不是自己懶不想訓練 這是一個不好 他現在是投入角色 他現在是投入角色 我很想訓練 但不能訓練 他壓制自己的情感 是辛苦的 其實是辛苦的 其實這部劇有很多東西看的 即是要愛情有愛情 要親情有親情 要友情有友情 即是要科技有科技 甚麼都有 即是打打尺辣也有 穿得很多衣服也有 那就看看大家想看甚麼 哭的也有 笑的也有 熱血的也有 我常常會這樣形容這部劇 就是很值得看 是的 很值得看 這次這個角色 歐陽俊 其實某程度上 也有點像AK 即是一個很衝動的人 為甚麼 因為其實我是這部劇 第一個被找的演員 即是未開劇之前 所以他們 我相信是曹總 即是小說 死角的作家 是覺得我去寫這個 完成了這部小說 覺得我 本身見過MIRROR 我是有少少像歐陽俊這個角色 所以才開始 來找我 主創前 找我想看 可不可以完成這個劇 慢慢再找齊人 所以我覺得我某程度上 跟歐陽俊 也有少少類似 我的角色是李成東 李成東是一個 很冷靜的人 他的冷靜 他是一個 很想意 很通透的訓練員 他有很多事情 都是自己入面 計算數 才給他最精確的答案 所以他臉上 是不會有很多表情的 是個計算機 好 沒有什麼表情 但是 所以跟我來講 有時候我自己 那些眉毛 會很容易移動 但李成東 就是沒有什麼表情 這些 那些 有時候導演都說 眉毛不要移動那麼多 我覺得這個是最難的 我的角色叫鄭澤雲 是日本拳王 當然大家都會奇怪 說什麼 說什麼話 然後我們討論過 我們覺得如果要 演繹得比較好 就做一個有香港背景的 日本拳王 大家不把故事的重心 放回劇情 就不是我說日文 還是廣東話 我這個角色 原廠設定已經很完美 拳王有天分 又努力 又厲害 又沒有輸過 是沒有東西可以挑剔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寫的東西就是 即是可以 讓你看到 都去到這個位置 那他的視野是怎樣的 會是很囂張 還是很沉穩 還是很鼓勵新人 我的角色就叫阿虎 是拳館裏面的三師兄 這個角色是很滋整 還有一點點 CAMCAM的 就是瓦型的角色 其實導演一開始跟我說的時候 我也有點害怕 我不知道到底 只是一線之差 即是那張Postar 對 即是可以很討厭 這個角色 即是張Postar的樣子 就是完美展現了我的角色 是在劇中的定位 即是導演都很滿意 所以我都很開心 你有參考哪一個 去展示你的CAMCAM 我有的 阿叔 我參考了 阿叔 《家有喜事》裏面的張國 是中性的 未去到很極端 老少男兒 老少男兒 我有 因為原來我的角色 是追女生很厲害的 即是我會教人 教她追女生的 然後 對 所以我是有感情性的 你是不是有感情性的 對 就是因為用了她的方法 能不能夠普通美人龜 就要看一看才知道 對象一樣 即是阿翠爾 對象是否一樣 這個也很吊詭 也要看過才知道 是不是也有這個 嘴嘴 嘴嘴 想問嘴嘴 嘴嘴是沒有的 可能 還是看過才知道 不說那麼多 是有身體接觸的會 是沒有的 但是不是這個呢 真的不知道 對打的拍攝 之前會排練 一開始我們都是先練動作 因為要繼續合作 過了 練了一兩次之後 我們母子會提到 要交氣 這個眼神 還有要留意一下 拳手的眼神 或者拳手的頭 是怎樣 可能我們會 不為意 我們會做這樣 但拳手很多時候都是這樣 可能要保護下巴 其實這樣看的時候 已經差很遠 還有你要有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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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決心的眼神 就是要提這些 我們在學拳擊的時候 一開始就真的學過Bossing 學過那個技巧 但是去到拍攝 近期我們就開始轉了 練習的模式 就不是練那個拳 就是練那個角度 怎樣去借那個鏡頭 和我要打下去 我要拍到我是打下去 但我其實沒有打下去 因為我們拍幾拳 拳門都這樣打 會出事 我自己會有一個質疑 那不是很假 會不會很假 然後我就說你 就是上網找一些 經典電影的場口看 其實你也會看到 原來這樣做是可以的 而且幸好的是 我們大家都熟 就是完全放心地 跟對方對打 或者是不怕他打傷 我也不怕打傷 因為大家有那個信任威勞 因為我們有時候 我們有跟其他拳手打 就是跟真正拳手 或者武士打 我們是會有些 會贏著的 因為怕打到人 或者不知道怎樣 對 因為你打出去 你以為是被人打的 心理包袱比較大 其實是打贏的 心理包袱更大 對 你被人打的時候 不要緊,你再來 打下去的時候 跟阿科說 是不是真的打下去 但是 為了要趕這個進度 有些拳都必須要打 還有我們有一個協議 就是sorry 留下來 剪了機場 對 因為有時候 其實那拳打得很漂亮 但是 你那拳就不能用 拍這些運動一定是一大群人 一大群人拍的時候 其實會很開心 我們其實開工的那幾個月 因為大家都每天一起 那段時間其實雖然是辛苦 但其實大家都會享受 嗯 可能是靜態一點的運動 即是草地滾球那些 就是兵壺 可能事情會不會那麼辛苦 又有成就感 又有成就感 玩長期 又學到新的 你問我,我很想拍踢球 因為我自己中學很喜歡踢球 是一個曾經打算 拿來做職業的其中一個運動 但最後真的沒有成功 所以如果你問我有沒有機會 我是很想拍一個關於足球的題材 的劇情也好 電影也好 還有一個教練 十一個球員 我已經想過了 我覺得 在這樣 因為你做一個十一個 十一個人球隊其實都很難 其實有五人足球 可以少少地玩一下 我就沒什麼所謂 因為十二個拍一部戲 其實我們很早已經 不停要求 所以其實完成到這個 就是踢到這個格子 其實已經OK 反而我想試試其他類型的運動 可能不是格鬥 可能是競技上的 考步 可能是競技上的 其實足球都OK 其實籃球我也想打 不過我沒有緊張 因為我們不聰明 不可以練 拳擊我聰明 其實MIRROR生態 是公司開什麼劇什麼運動 那些人就喜歡 就跑了 就很喜歡 是不是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